第零二九一章 辟邪神皇 能够看出我没有使出权力 辟邪的确有些门道 他身负神皇血脉 再加上神皇传承 的确是一个极为强大的对手 钟月收回目光 记下辟邪这个名字 神话榜上的名字不多 只有两三千的名字 但辟邪不在其中 虽然只与辟邪交谈一两句话 但钟月却已经把握到他的性格 这个人不在战王榜和神话榜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他的心中 名已经不再重要 只有对手才是最重要的 至今他在小虚空中 还未曾遇到一个 值得他出手的对手 所以他的名字 至今不曾出现在 战王榜和神话榜上 他与交情图不同 交情图隐忍住出手的欲望 是渴望在世人面前 轰轰烈烈灿烂烂的一战 一举成名天下之 而辟邪眼中却只有对手 钟月登上神话榜 引起了他的兴趣 所以他才会出现 不过在看到钟月 没有施展出权力之后 他便主动退走 不愿占钟月任何便宜 这样的对手 才是最为可怕的对手 师哥 这个白师兄可有意思了 他每次说谁厉害 谁就会输 秋剑笑道 白沧海听在耳中 脸色羞红 咳嗽连连 装作没有听见 钟月正则道 北荒白则是 博古通经 无所不知 白师兄对他人知根知底 只是不知我 所以才会屡屡猜错 并非是他的本事不济 白沧海听到这话 心中只觉受用许多 上前见礼 笑道 白某梦浪 不知忠兄的本事 刚才得以一见 才知一见出西荒 并非是浪得虚名 先前白某言辞之中 多有得罪 还请忠兄见谅 钟月还礼 笑道 多谢白师兄没有出手 否则我伤上加伤 也是要吃一番苦头 众离神族还未放行 众人 只能待在小虚空城中 钟月与白沧海闲谈 秋剑在一旁听着 月听月是惊讶 白沧海的确称的 上伯通古经 对各族的功法神通 都如数家珍 谈得头头是道 甚至每一种功法神通的弱点 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不仅如此 白沧海对世间万族的 天赋神通和弱点 也都有所了解 简直就是一个万事通 刚才秋剑 还有小觑他的意思 不过听他与钟月谈经论道 却对这个看似 有些不着调的家伙 佩服不已 他之所以不知钟月 主要是因为 他犯了一个错误 以为钟月修炼的是 剑门的功法 以剑门的功法 逆开五轮 然后推测钟月的战力 所以做出了误判 他却不知 钟月修炼的 是星火所传的 火迹宫碎皇冠想图 与其他剑门炼器事的 根基不一样 不过 白沧海知道的越多 便越不敢与诗歌交手 也可以看出 知道的太多 也未必是件好事 他知道的太多 反而心有畏惧 没有诗歌身上 那骨子精勇无畏的气质 秋剑心道 钟月目光闪动 突然低声道 白兄是否知道 我剑门下的那魔魂禁区 是怎么回事 白沧海犹豫一下 压低声音 我白家对这件事 的确是有所了解 只是这里面的牵扯太大 我也不便多说 白兄可否谈谈 钟月低声道 白沧海迟一片刻 道 这魔魂禁区 并非只有你们 建门山下游 其他地方也有 西荒孝芒神庙下 南荒众离神族的 天侯宫下 东荒的陷空圣城下 还有我北荒白侯神庙下 也都有一座魔魂禁区 钟月虽然已经有所猜测 但文言还是心头微震 道 白兄 这魔魂禁区 是酝养圣灵之地 这五处地方 都有圣灵 只是牧主人到底是谁 我则不知道了 你已经知道了 白沧海吃了一惊 松了口气 道 既然你知道了一些秘星 那么我说出来 也就没有什么负担了 我白则是在北荒 已经有五万年之久 不少点集 记载了一些秘星 不过对于这魔魂禁区 却都是揣测 没有牧主的详细记载 他顿了顿 面色凝重 声音压得更低 道 我白则神族的前辈先贤推测 这墓地连接五荒 不过东海和海外却没有 五荒下的墓地 都是陪葬墓 并非主墓 这个规格应该是神皇 天地的规格 不过最近几日 我到了小区空中 查看了这座轮回大圣地的 地居之地 和隐藏的地墓 看到地墓动辄以星球 来设置陪葬墓 规格更大 所以我以为 咱们五荒下面的墓主 够不上地的规格 最多是一尊神皇的墓 神皇的墓 中月纳闷 笑道 白兄这么小声做什么 白沧海声音更低了 嘀嘀咕咕道 我的推测实在惊世骇俗 若是传出去 恐怕引起今天的轩然大波 我看过我白家所有的典籍 又研究各族的历史 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西荒各大神族 包括南荒重离 和北荒白泽 历史的记载 都只有五万年 说明我们这些种族 都是在五万年前出现 从这里就可以推测出 五万年前 西荒的神皇离开 中月和秋剑 听得迷迷糊糊 不知他为何突然 扯到五万年前 统治这里的那位神皇来 你们看这几块骨套 白沧海取出几块碎骨 中月看得眼熟 仿佛与自己的寥刃 同根同源 似乎是寥刃的一部分 白沧海咳嗽两声 得一道 这几块碎骨 是前不久 水子安长老 请我白泽氏 前去调节剑门 与孝芒神族的矛盾时 我陪足中场者 到了大荒剑门 在剑门山下的 一片湖泊边发现的 这是一尊 兽神的头骨碎片 应该是从 魔魂禁区中 喷尸而出的碎片 中月心中微动 当初他冲出 魔魂禁区 正是从那座湖泊中冲出 当时追杀 他的兽神尸骨 的确被禁区的封镜 切碎了脑袋 其中掉落出来的神骨 最大的便是 兽神之牙 被他炼成辽刃 其他的碎骨太小 数量也少得很 中月急于离开 没有细查 没想到白沧海 居然寻到了几块碎片 白沧海举起一块碎骨 低声道 这块兽神骨头 已经有五万年的历史了 五万年前 祖星上的神皇 嘿嘿 中月呆了呆 难难道 五万年前 神皇突然带着众神 离开了西荒 离开了祖星 说是去了紫围神庭 他不由打了个冷战 想到一个可怕的可能 白沧海也打了个冷战 低声道 如果辟邪神皇没有离开 而是死了呢 各族的神也没有离开 而是被埋葬在五个巨大的陪葬墓之中呢 整个西荒神庭的神魔 统统被埋进了五个陪葬墓中 只留下了这些神族的后代 中月与他对视一眼 连打几个冷战 只觉不寒而栗 邱介忍不住道 白兄的猜测 有些说不通 夏侯便没有死 夏侯不是这位辟邪神皇的下官吗 如果众神都陪葬的话 他为何没有陪葬 至今 众离神族 还在祭祀夏侯的灵 中月微微一正 点了点头 夏侯多半就是在辟邪神皇离开祖星后 才去大张旗鼓的开辟小虚空 试图侵占地居之地 开启地灵 倘若神皇在时 那么便不是他去盗墓 而是神皇去盗墓了 除了夏侯之外 龙族的敖式龙族 也还在东海中沉睡 东海的海族叛乱 昆蓬神族的巨拨来袭 这位龙族还曾显胜 催动盘龙剑与神异刀相争 而且 孝芒神族的老祖 那位可怕的盘鸥古神 他的灵还藏在月亮之中 他应该也没有死在陪葬墓中 他心中暗道 白沧海也是呆住了 大皱眉头 想到西荒的确有几个神族的神祖之灵 尚在 得到足够的祭祀之后 便会显灵 而且 他白则式的老祖之灵 也还存在 没有被封印在墓穴中 这些骨骼不会有错 的确是五万年前的兽神之骨 白沧海难难道 难道活下来的这些神 都是守墓者 三人百思不得其解 突然只听四周一片哗然 诸多炼气势 纷纷涌向小旭空的入口 有人高声道 众黎神族放行了 大家快走 中月起身 眯了眯眼睛 看向小旭空入口处 只见那里狼牙榜横跨天际 许许多多炼气势 正从榜中穿过 离开小旭空 众黎神族 怎么会放弃青龙于闻起 他心中隐隐觉得不安 师哥 咱们也出去吧 秋剑问道 中月点头 师兄妹二人 与白沧海一起向小旭空入口处走去 距离狼牙榜越来越近 突然 中月脸色微变 感应到自己原神秘境之中 那面青龙云闻起 蠢蠢欲动 险些便要从自己的原神秘境中飞出 狼牙榜外 幽 全二老羽一位舞蹈天师 各自手持一面大旗 也是三角长尾大旗 大旗展开 旗尾长达数千丈 烈烈作响 三位巨博级的存在 奋力挥动三面大旗 将这三面神兵挥起催动 只见其中一面会着白虎神 另一面会着朱雀神 还有一面会着玄武神 这四面棋果然是一套 呦 全二老神情微动 露出喜色 高声道 道棋就在这里 我们感应到了 那面青龙棋就在狼牙榜后面 不知是在那个小虚空 快快 催动朱雀 玄武和白虎三棋 撕裂他的原神秘境 将青龙棋召回来 三位巨博级的存在 哈哈大笑 奋力摇动三面神棋 三面神棋交感 与青龙云文棋的感应 越来越强 不但要召回青龙棋 还要寻出那丝 好好收拾他 第零二九二章 风雨飘摇 难怪众离神族允许放人 原来是另有办法 可以召唤青龙云文棋 小虚空中 中越悬开星火那盏铜灯的灯盖 将青龙云文棋丢了进去 若无其事地 与丘吉尔白沧海 走入狼牙榜 从这面青榜中穿过 青龙云文棋虽强 但也没有强过神异刀 星火的那盏灯 连神异刀也可以镇压 屏蔽昆鹏神族的感应 更何况青龙云文棋 中越心中暗道 这三位老先生在做什么 丘吉尔抬头看到 半空中三位老者挥斩大旗 不禁好奇道 呦 全二老和那位武道天师 正在家里催动三面神棋 这三面神棋的威能惊人 挥动起来 消耗也是惊人 饶事三位老者 都是巨博级的存在 挥舞了半天 也是累得气喘吁吁 中越抬头打量一眼 摇头笑道 不知道 估计是在挥动神兵锻炼身体 听闻将自己的法力和体内耗尽 再重新修炼回来 实力会更加强横 白苍海笑道 即使要锻炼身体 也不可能当众挥舞神兵吧 我觉得 众离神族打算祭祀神明 这三位老先生在做法之类 丘吉尔钦佩道 他们好像已经很累了 却还在支撑 这么大年纪 还有这等体能 不愧是众离神族 优权二老和那位武道天师 累得气喘如牛 汗落如雨 许许多多从小续空中离开的练气室 纷纷驻足观望 一个个惊叹 震惊于这三位老者的体能和法力 这三面神奇都是神兵 三位老者挥动至今 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实在可惊可危 中越三人走出门户 来到火都城中 越小子 你好像被人盯上了 心火突然到 中越面色凝重 精神力四下扫过 心中凛然 他的确被人盯上了 距离他方圆四五里的范围中 最低有二十多位各族练气室在丁梢 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而在更远的地方 应该还有其他练气室 中越目光向那些丁梢者看去 只见这些练气室 多是来自西荒的神族 甚至还有妖族 众离神族身影 我原本便与西荒的许多神族有仇 不久前又在小续空中登上神话榜 不被人盯上才怪 中越长长些了口气 他在西荒的名头极为响亮 西荒的许多神族 都下了格杀令和悬赏令 务必要将它除掉 而这次 他登上小续空的神话榜 五万年来 只有两三千位练气室 能够躋身神话榜 可想而知 能够登上神话榜的练气室 恐怕都会成为 其他种族的眼中钉 毕竟 神话榜很难登上 能够登上神话榜的 都是资质悟性逆天 实力几乎是同境界无敌的存在 这样的练气室潜力太大 如果成长起来 对其他种族 恐怕便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所以 必须要在其没有成长起来 之前铲除掉 否则便是纵虎归山 距离年中 只有三个月了 现在也是该回到剑门了 不过如何回去 却有些难处 中月定了定神 从南荒一条直线返回大荒 必然会有诸多凶险 恐怕寸步难行 而如果接到从南海进入东海 然后转进东荒再入大荒的话 恐怕单个时间太长 需要花费四五个月的时间 才能走完这条道路 而如果从西荒走的话 路途要比海路近一些 也可以赶在年底进入大荒 但是西荒想杀他的最多 反而是自投罗网 恐怕艰险之处 比直接返回大荒更甚 中月细细盘算 不经犯愁 向秋劲道 师妹 咱们暂且在火都城住下 过几日再回大荒 秋劲点头 中月寻了家客栈 定下两间客房住下 白则是在火都城 有着自己的底盘 白沧海也有住宿之地 与中月二人分开 不过白沧海却时常跑过来 与中月谈论各荒秘星 听闻众离神族的幽权二老 那日挥舞大旗 不是锻炼身体 也不是祭祀 而是搜寻道旗贼 有炼骑士盗走了青龙旗 坏了众离神族 开启地灵的大忌 所以 众离神族才会如此大动干戈 不过那道旗贼精明得很 至今众离神族还未寻到他 最近众离神族 十步一岗 百步一哨 严查离开火都城的炼骑士 不少炼骑士在城外 被他们擒住 搜身 据说就是在搜寻青龙旗 白沧海带来许多有用的消息 这一日 他又来到客栈 迟一片刻 道 钟师兄 我们白泽士的长老来了 长老说 让我不可与你走得太近 你们见门 近期 恐怕将有大事发生 钟月心中微动 道 白兄是否听到什么风声 白沧海还未回答 突然 半空中降云鸟鸟 云气飘飘 红亮的祭祀声从半空中传来 钟月推开窗帘看去 只见一艘楼船架着云气 从西方而来 远远的 便有强大的气息绽放 那艘楼船周围云雾飘渺 一尊尊异常高大伟岸的神族强者 站在船头 皆是三手盘鸟 有如神人一般 目光如电 这艘楼船驶入火都城 立刻有下室的强者前去相迎 竟然是幽权二老亲自相迎 那半空中 楼船之上 突然有明月高高挂起 明月阴晴圆缺 钟月脸色巨变 提升到 孝芒神族四方神庙的四大巨拨 阴晴圆缺 孝芸 孝晴 孝圆 孝缺 这四位巨拨 为何会齐齐来到火都城 白沧海看他一眼 自然是为剑门而来 钟师兄有所不知 孝芒神族还邀请我白泽氏 也参与此事 说是为了攻克剑门的阵风堂 不过 我白泽氏一向不理会外界的纷争 而且与剑门水子安长老有救 所以没有答应 这次长老前来 也是应邀前来 做个见证 并非是要与剑门为敌 钟月心头一跳 孝芒神族与众离神族联手 他早有耳闻 不过孝芒神族一举出动 殷勤圆缺四大局部 这手笔也太大了 阵风殿内 镇压着南荒的五道神人 不知生死 孝芒神族抛出这个诱饵 南荒众离神族 自然会忍耐不住咬住 孝芒神族的楼船 被引入城中 降落在城内的火圣宫中 火都城在南荒市 位列第二的圣地 第一圣地是天侯宫 不过火都城距离大荒较近 所以 众离神族和孝芒神族 才会选择在此相会 这艘楼船刚刚降落 突然只见东方海面上 魔云涌动 声乐齐鸣 月尔的声乐中 一座巨大的白骨城堡 耸立在魔云之上 驶入火都城 悠泉二老急忙前去迎接 高声笑道 华珍夫人远道而来 令我火都城蓬壁生辉 请 快请 那巨大的城堡门户开启 一位为妖娆的女子 纷纷走出 悠泉二老客气了 妾身一路行来 灵药都快耗尽了 可否在火都补充些灵药 悠泉二老笑道 我火都各种奇珍异宝 应有尽有 保管让夫人满意 那位华珍夫人拍了拍手 笑道 孩儿们 到了火圣宫 你们便去将要扎清了一下 到了火都城 咱们再换新药 诸多妖娆魔女纷纷乘事 悠泉二老将这座森森城堡 引入火圣宫中 白苍海吐出一口浊气 道 魔族也被笑芒神族说动 派来了华珍夫人 这位华珍夫人 是魔族的巨博 实力极为恐怖 除了华珍夫人之外 前几日 龙族也有强者前来 龙族 钟月恍然 她原本打算去见敖凤楼 询问她 是否有手段 能让自己回到大荒 不过敖凤楼对她避而不见 显然是敖凤楼 劝止不了龙族的强者 心中有愧 所以索性不见她 还有西荒的几个神族 据说也有几位强者来了 白沧海迟疑一下 道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钟师兄 你最好不要回剑门了 否则 钟月成谢 笑道 我现在被各大势力盯上 即便想回剑门 也是无法回去 如今剑门风雨飘摇 不是个善地 白沧海起身离开 我若是与你牵扯太深 恐怕也会被牵连 钟师兄 告辞了 将来你若是还活着 你我再把酒言欢 希望你能活下来 钟月起身相送 写道 多谢白兄这几日的照拂 钟某铭记在心 不送 留步 白沧海突然停下 道 你若是想回剑门 趁现在走 因为各大势力相伤 无暇出动太强的存在 去追杀你 钟月返回客房 丘吉尔露出忧色 师兄 钟月沉声道 师妹 我们回剑门 丘吉尔犯愁道 怎么回去 杀回去 钟月眼中杀气肆意 整理行装 淡淡道 神党杀神 魔党杀魔 一路杀回剑门 丘吉尔沉默 默默地跟在她的身边 又停下脚步 为钟月整了整衣衫 钟月露出笑容 笑道 师妹 你真好看 丘吉尔眼圈微红 坐在轮椅上 钟月推着她走出客房 道 愿我此生 能见人族 君临天下 师妹 我们走吧 客栈外 一双双目光紧紧地 落在这一对少年少女身上 丘吉尔很是安静 钟月推着木轮椅 向城外走去 在他们身后 一个个身影错落 有的从阴影中走出 有的从高处跃下 有的则从地底浮现出来 钟月身后的街道上 炼气势越来越多 气氛凝重 没有任何人出声 听不到一丝杂音 街道两旁 一间间商户关闭门户 窗帘紧锁 钟月和丘吉尔向前走去 原本热热闹闹的街道 煞时间变得冷冷清清 没有了行人 一只只眼睛 躲在窗帘和门缝后 偷偷地打量这一对少年男女 钟月推着木轮椅 走到火都城的城门处 门外便是广袤浩瀚的土地 城门正对着大荒的方向 进门 我回来了 他走出火都城 第0293章 龙击九天 火都城外 钟月行走在一道上 走出李许之地 道路渐渐崎岖 背后跟着的那些练骑士 数量越来越多 有人掉在钟月和丘吉尔身后 有人则潜入地底 有人则飞上高空 还有的从两侧急奔而去 准备去前方截杀 这里还是可以看到商队来往 很是热闹 不过看到钟月周围这大阵仗 商队也是吓了一跳 急忙严阵以待 火都城的领地范围 严禁开战 毕竟火都城是做生意的地方 若是四处都是打打杀杀 这生意也就做不下去了 因此 在火都城中和城外百里左右 钟月都无需担心会 遭到这些练骑士的攻击 走到十里之外 钟月突然前方路边 一位神族少年坐在凉亭边 摆下酒席 正静静等待 师哥 是那个神皇血脉的避邪 丘吉尔心中坠坠 低声道 钟月心中微动 丘吉尔走上前去 只见那神族少年起身 目光温润 含笑请两人入庭拧酒 辟邪兄十里长庭相送 钟某实在感激 钟月衣衫抖动 落座笑道 辟邪敬酒 我唯恐今日不送钟兄 变成遗恨 因此特意在此等候 钟月举杯 两人一饮而尽 辟邪目光凝视钟月 欠身道 钟兄今日准备放下心中包袱 全力出手了吗 钟月微笑道 看情况 若是需要我全力出手 我自然会不遗余力 对面的神族少年沉默 过了片刻沉吟道 对手难寻 难得遇到一个对手 如果不能尽兴 岂不是可惜 只可惜 钟兄包袱太多 而今又有俗世烦扰 不知今日过后 我是否还能寻到 像钟兄这样的一位对手 钟月悠然道 江山带友才被出 各领千百年 即便没有钟某 辟邪兄也会寻到一个对手 辟邪感慨道 恐怕又要等许多年 才会再遇到一个 登上神话榜的天才 两人不再说话 各自饮酒三杯 钟月起身带着秋劲走出凉亭 他身后突然浮现出大日金屋 一盏树木 将秋劲拖在金屋背上 扶摇而起 钟月站在金屋头顶 衣衫烈练 迎风而去 辟邪 我不死的话 必会龙击九天 威严凌驾天下 那时 你来找我 轰隆 三足金屋正式飞行 破开阴障 在高空之上 驾驭风雷击火 破空而去 而在一道之上 一位为炼气使 突然也自腾空而起 各自施展飞行手段 一个个破空追击 辟邪抬头看去 只见一道道光芒划破天空 如同白日里的流星雨 纷纷扬扬 向北方飞去 龙击九天 神族少年背负双手 低声道 我等你 希望你能活到那个时候 半空中 方圆数百里的空间 突然变得无比黑暗 太阳投射的阳光 光线扭曲 向飞速移动的中月体内汇聚 惊人无比 他周身的空间 已经变成了一个硕大的火球 如同一颗燃烧的小太阳 金屋陀在 正式飞行 速度越来越快 只见在他背后 一个个炼气势追逐不上 被越甩越远 百里的距离 很快晃过 中月的速度 已经达到三倍因素 速度之快 足以甩开大部分追杀的炼气势 不过在他动身之时 便已经有许多炼气势 冲到了他的前面 早早地埋伏等待 这些炼气势 还不是最危险的 最危险的是 那些足以能够追上他的炼气势 能够拥有这等飞行速度的 往往都是单元镜 法天镜的存在 这才是最危险的追杀者 呼 刚风扑面 前方一朵朵白云漂浮 遮住下方的景色 突然只见云海之中 一座座高山林立 山巒葱绣 景色迷人 这些山巒 竟然是漂浮在云海之中 又如神境般 幽深迷人 中月远远飞来 不由得冷哼一声 笛声道 师妹 丘劲在他身后 双臂张开 身后巨芒原神浮现 猛烈震翅 便见空中无数藤蔓 向前疯狂击射而去 从青色的巨龙绵延起伏 钻进钻出 冲入云海上空的群山之中 那些藤蔓看似青藤 实则是他所练就的 大自在剑气中的木剑气 以变化多端著称 砰砰砰 一座座大山 在青藤的纠缠下 纷纷崩溃坍塌 化作一道道图藤文 只见更多的山栏涌现 层栏叠障 越来越多 半空中 还有一座座大山 从天而降 砸向两人 而在此时 只见群山之中 一尊巨人从一座山头之上 徐徐站起 周身都是山石 如同一尊十巨人 那巨人雄壮无比 面上没有眼睛 四条手臂抓住两口大弓 大弓长达二十丈 那十巨人奋力开弓 吼 这两口大弓 似乎无比沉重 即便是这尊巨人 也难以全部来开 只见大弓徐徐张开 弓身上越来越多的图藤文亮起 他头顶一轮圆丹飞跃而出 光芒照耀 那光芒如同流水 涌向两口大弓 只见大弓之上两道剑光徐徐出现 一剑指向中越 一剑指向秋剑 中山市 秋潭市 山神足山里红 宋两位归西 那十巨人声音震动 两道光芒击事而出 那大弓的威能可怕至极 两道剑光射出时便长达二十丈 瞬息之间便射出群山 剑尾仿佛还在弓上 剑剑已经来到 来到中越前方李许之地 藏剑说 秋剑低贺 据盲元神背后 崩咚崩开启一道道光轮 光轮转动 只见厚重苍茫剑山 层层叠叠涌现 一道道剑山 在中越身前李许之地疯狂竖起 如同墓碑挨挨 耸立成零 赫然是五行之中的土形 土剑气凝炼而成的防御剑术 这些剑碑耸立之时 它的种剑术也开始回防 化作巨大的藤盾 耸立在中越的身前 无数藤蔓交织 让这面藤盾越来越厚 喷喷喷喷的爆裂声不断传来 一座座剑碑四分五裂 那两道剑光 几乎在瞬息之间 便破开它的藏剑术防御 射入藤盾之中 丘剑闷哼 嘴角一血 藤盾陡然四下崩裂 便见两道剑光射置 呼 魁龙之皮展开 横在两人身前 那两道剑光射在魁龙之皮上 钉钉弹开 中越伸手一掀 将魁龙之皮掀开 探手便向脑后抓去 只见他脑后一道道光轮浮现 手掌抓入光轮之中 从中抽出一根羽毛 大大大大大 中越站在金屋的头顶 开口抱贺 双手高举三千帐篷与金剑 奋力向前劈去 前方群衫崩裂 被声声切开 那位山神族单元进强者 刚刚射出这两剑 正欲搭剑再射 便见一道金光从上空落下 劈开群衫 吃 那道金光从他头顶一晃而眉 穿过他脚下群衫 消失不见 神兵 他眉心裂开 接着身躯裂成两半 半空中的那些山栏消失 两半巨大的身体 从空中跌落下去 中越收剑 反手插入脑后五轮之中 探手抓去 将那两口大弓抓起 精神力一扫 将其圆丹捞起 金屋震翅 从山栏崩溃的虚影中穿过 过了片刻 山里红的尸体 才杂入大地之中 震动群山 谁敢追杀我 便是同样的下场 中越声音传来 震动群山 他身后 魁龙之皮飘飘荡荡 秋劲急忙起身 将魁龙之皮系在他的肩头 系上搭袋 好威风霸气 原来是披着牛皮 中山市 牛皮都被吹上天了 一个调侃的声音传来 只见前方突然出现 一个个巨大的阴影 那些阴影重重叠叠 周围乌云连天 一只只巨大的眼睛 出现在阴影之中 惠明惠暗 明灭不定 突然 一轮轮明月高高悬起 挂在半空中 竟然有三十六轮明月 高高悬起 这些明月一出 顿时将乌云照亮 但见到乌云之上 蹲距着一头头三手盘敖 嬉笑着脸 一颗颗脑袋 纷纷向他和秋剑看来 半空中那三十六轮明月 竟然不是明月 而是一枚枚圆丹 照耀天空 璀璨非常 中央的那头盘敖 体魄最大 被三十五头盘敖围绕 调侃道 中山市 你的魁龙之皮 应该是逮自魁龙神族吧 巧得很 我也认得魁龙神族的几位师兄 知道了 你有他们魁龙族前辈的皮囊 所以也打算会一会你 王 雄魂的吼声传来 只见盘敖之后的乌云滚动 一对巨大的鸡脚插破乌云 越来越高 接着滚动的乌云中 露出两只血红色的眼睛 一头如龙如牛的头颅 越升越高 接着整具身躯 越出乌云 站在云上 云上出现一头一条腿的魁龙 目光如雪如电 看向中月身后 披着的魁龙之皮 魁正前辈的皮囊 竟被人族包下 荡成了魂兵 那魁龙如枯如泣 声音震天 人族 卑贱的重置 都当死啊 中月脸色微变 金屋立刻折向 向高空的更高处狂飙而去 师妹 你怕雷吗 中月高声道 秋剑想起 自己与他第一次相遇 便是在雷层之中 两人魂魄相见 在雷中修炼 心中一甜 师哥 有你在便不怕 第零二九四章 一起死罢 中月身形冲入高空雷层的那一刻 那三十六头盘敖 与那头魁龙一起腾空 阻击中月 众人越升越高 只见四周的雷层 顿时变得无比赤裂 修为越高 对高空的雷层 便越是畏惧 雷者 纯阳 而魂魄属阴 因此 灵魂元神都带着阴性 强大的雷霆 毁灭一切阴神 只要没有达到纯阳的境界 便都会被摧毁 而纯阳 正是神魔的第一个境界 不成神魔 进入雷层 都会被披杀 当年中月与秋劲 借用雷霆淬炼魂魄 也只是在雷层的边缘 而且那时的修为低微 魂魄不强 而现在 他们已经深入雷层之中 他们的修为 比那时要强大了不知多少倍 魂魄变成了元神的一部分 开启秘境 拥有当初看起来 似乎是无边的法力 高空之上 雷层之中 顿时掀起雷暴 一朵朵雷迅速滋生 如同巨龙身上的一片片鳞片 无数雷霆在其中酝酿 如同巨龙的鳞片在闪闪发光 接着硕大的雷云 变成一道雷霆 微能陡然爆发 劈向中月等人 滚滚的雷鹰 几乎能将元神震散 让人魂不守舍 而且 那雷霆一击过后 能量并不消失 而是继续凝聚化作雷霆 继续披落 轰龙 中月 秋劲 魁龙和三十六头盘绕 几乎同时遭到雷暴的攻击 中月的金屋元神 被巨大的雷霆洞穿 金屋双翼被两道雷霆刺透 羽翼顿时破开两个大洞 冒着滚滚的浓烟 游自奋力飞行 中月张口 半空中方圆数百里的太阳 滚动如火 化作雄雄的太阳真火涌来 流入三足金屋体内 修复金屋损伤 秋劲也同时遭到攻击 他也选择第一时间 击出自己的巨芒元神 没有让元神藏在体内 巨芒元神也在第一时间 遭到两道雷霆的轰击 变得破破烂烂 不过巨芒元神 乃是生命力最为悠长的元神 元神刚刚破损 便立刻有无边的生命力激发 自行修补元神损伤 之所以将元神祭出 而不是藏在肉身之中 却是因为肉身是容器 但是却不是因属性 若是元神藏在肉身之中 便会引来雷霆轰击 在雷击之下 肉身受损 伤势更重 若是肉身这个容器被毁 元神也不复存在 所以 在高空雷层之中 除非肉身足够强大到 可以对抗雷暴的程度 才可以将元神藏于肉身之中 否则便只能让元神离体 这样受伤的话 也会较轻一些 在三族金屋之下 那一头头三手盘敖 也纷纷怒吼 将自己的元神祭出 让元神去承担雷击 免得肉身受损 只一瞬间 他们的元神便统统受损 只是这些孝芒神族的境界更高 炼成元丹 尤其是为首的那位孝芒神族 修为更高 几乎接近法天境界 修为境界越高 遭到的雷击越强 他们在第一时间受到的伤势更重 诸位师弟师妹 继魂兵 为首的那位孝芒神族 高声喝道 半空中光芒璀璨 只见着三十六头盘敖 齐声怒喝 一道道巨大的月轮腾空而起 三十六道月轮横空 相互碰撞 组合化作一道道月环 环环相扣 如同星环 而三十六重星环中央 则是浮现出一轮巨大的月亮 这些月环 竟然都是一件魂兵的组成部件 三十六道月环相扣 化作月亮星环 才是一件完整的魂兵 孝芒神族对月灵的研究 要远超世间任何种族 所用的魂兵 也往往都是明月类的魂兵 这三十六道月环一出 相扣 顿时威力提升到极为可怕的境地 比法天境的魂兵也丝毫不逊 三十六头盘敖的元神 纷纷入住 这道月亮星环之中 元神藏在星环中央的月亮之内 雷霆披落 明月皎洁生辉 被披得一道道波纹四下荡开 星环黯淡了不少 但里面的元神却没有受损 这是借魂兵之威 抵挡雷霆之威 只有较高层次的魂兵 才可以挡得下 而月亮星环的威能 提升到法天境魂兵的层次 恰恰可以抵挡 而在另一边 那头盔龙冉冉冉升起 却没有祭出元神 也没有让元神藏入魂兵之中 而是灵体合一 鼻孔喷出浓烟和火光 只见元丹高悬在半空 被这头盔龙吸入腹内 他竟然用肉身硬汗雷霆之威 空中的雷暴愈发激烈 不断劈在他的身上 这位奎龙族的强者 肉身千疮百孔 伤口冒出青烟 但是体表的奎龙纹流转 便见他的伤口 在飞速愈合之中 不死之身 这正是奎龙族的绝技 不死之身的妙用 这个种族磅礴的生机和生命力 要远超其他种族 再服役奎龙族的不传之秘 便可以炼成不死之身 只是他的不死之身 相比被镇压在阵风堂中的巨博奎正来说 要差了许多 奎正怎么也杀不死 连元神都无法被杀 只能镇压起来 让他老死 而这位奎龙族高手 却还做不到这一步 只能靠肉身的强大 来保护元神 师妹 祭元神 入奎龙之皮 中越大鹤 丘吉尔醒悟 立刻将勾芒元神 寄入奎龙之皮中 却见中越的三足精污元神 依旧在承受雷霆的轰击 与异变得千疮百孔 即便是浓烈无比的太阳真火 也无法维系他的元神 连忙道 师兄 你的元神 呼 中越催动金屋元神 金屋震翅 继续向高空冲去 雷霆之威越来越强 只见他所过之处 雷云不断涌现 化作巨龙身上的鳞片 那鳞片愈发清晰 巨大的雷云分叉 化作巨爪 争鸣可怖 传闻中 若是在高空雷层飞得太高 太过深入 雷层中的雷霆 便会化作先天龙神的虚影 也是雷泽神龙 将敢于逆抗天威的生灵轰杀 而现在 中越飞行之处 竟然让传说再现 那雷泽神龙的身躯 在不断地形成 他飞过之处的上空 雷泽龙神的庞大身躯 在飞速形成 不断有雷霆披落 向他披下 而在他身后 明月高悬 三十六头三手盘敖 在空中急行狂奔 汪汪汪叫个不停 催动明月星环 那星环乃是图腾环 一圈圈图腾环 不断向外荡漾 层层叠叠的图腾波 向中越冲击而去 中越遭到第一波图腾波的冲击 身形被冲击得高高翻起 三足金屋元神 在空中不断翻滚 突然再次展开双翼 竭力逃脱 三十六头盘敖汪汪叫环 奋力奔行 继续催动那明月星环 只是追不上中越 而那头盔龙则单足跳跃 也无法追上中越的身影 一道道图腾波轰击在中越身后 却见中越顶着雷光渐行渐远 将它们撇下 半空中 那雷泽神龙的身躯 越发长了 如今已经连绵八百里左右 龙手在缓缓的行程之中 让人只觉惊心动魄 而今 中越已经飞到龙的下额处 记起我 记起我 那奎龙神族强者高声鹤道 轰击我的肚皮 三十六头盘敖眼睛一亮 只见那头奎龙长长吸气 整头奎龙如同冲气一般膨胀起来 仿佛变成龙龄牛皮的大骨 骨上顶着一颗半龙半牛的头颅 下方是一条独腿 两条胳膊变得又细又短 可笑地挂在两旁 为首的那头盘敖剑状 立刻收回自己的元神 喝道 你们催动明月星环 保护我的元神 我来灵体合一 催动魁师兄 轰击中山士 其他三十五头盘敖 汪汪大叫 全力催动明月星环 为首的盘敖 立刻元神入体 身躯越来越高 化作人身敖手的神人 脚踩两只盘敖 探手向脑后抓去 抓出两根长达二十丈的骨头 奋力向魁龙神族强者的肚子敲去 咚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 音波如同一条怒龙 向前奔袭而去 将中月轰击的吐血 三族金屋翻翻滚滚 几乎要从空中跌落下去 那敖手神人哈哈大笑 连连敲动那头魁龙 脚踏双敖 双敖奔行 周围群敖汪汪大叫 在半空中飞驰 雷声之中鼓声震天 没想一次 便见一条怒龙 从魁龙的肚皮中冲出 轰向中月 中月的元神愈发破败 口中鲜血不断一出 由自咬紧牙关死死坚持 维系自己的元神不散 奋力向前飞去 丘吉尔额头冷汗滚滚 急忙掀起魁龙之皮 挡在中月的大日金屋身后 那声音冲击而来 将他也震得连连吐血 他将魁龙之皮系起去挡大日金屋 自己的肉身保护顿时大减 再加上那头魁龙的鹰波 能够穿透魁龙之皮 让他在龙皮中的元神 也遭到重创 轰杀他们 那拗手神人放声大笑 奋力勒动那头魁龙 越升越高 中月死命向上飞去 只见他们头顶 雷云越来越浓密 雷则龙神虚影的龙手 几乎完全浮现 巨大而狭长的龙须 在高空中飘荡 雷光汇聚 化作两只龙眼 龙眼在形成之中 这龙眼一成 顿时如画龙点睛 突然间天地一片寂静 只听鼓声 却听不到任何雷音 那拗手神人 只觉毛骨悚然 急忙抬头看去 只见一条千里雷龙 横跨长空 似乎完全苏醒 巨龙双眸 紧紧盯住他们所有人 这条千里雷则神龙 触须下方 中月突然停下 破破烂烂的金屋元神 将他和秋剑托起 浑身是血 头顶便是越来越恐怖的 雷则神龙 冷笑道 诸位 一起死吧 防御 那拗手神人尖叫 全力防御 轰 千里神龙探爪 向下照下 巍峨的龙爪 如同雷山般蜿蜒起伏 将中月 秋剑 连同所有孝芒神族 以及那位魁龙族强者 一起照下 空中 肉眼可见的冲击波 在这一刻爆发 冲击千里 千里范围内的云气 瞬息间 统统消散消失 第零二九五章 走西荒 故老相传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近乎神的巨拨 曾经试图飞出祖星 冲入太空之中 这位当时最为强大的巨拨 在高空的雷层中 也遭遇了天地形成的 雷则神龙 那雷则神龙出现之时 天地间响起了 红亮的祭祀声 如同无数黎明倒住 然后雷霆爆发 天空破碎 那位近乎神巨拨 在雷暴之中化作灰烬 什么也没有保存下来 而此刻 中月他们所遭遇的 雷则神龙的虚影 虽然远不如传说中的那一幕 但是中月等人 也远不如那位敢于逆天的 近神巨拨 这雷则神龙利爪落下 雷霆迸发 足以要了他们 任何一人的性命 不过与那位巨拨不同的是 中月他们有足够守护自己的魂兵 而孝芒神族的三十六位强者 也有自己的阵法 三十六头盘敖结阵 明月星环全力防御 而三十六头盘敖身后 旋转的五道光轮之中 一件件魂兵飞出 绕过明月星环 疯狂向上空落下的那只龙爪轰去 试图削弱龙爪的威能 一颗圆丹吞入腹 我命由我不由天 三十六头盘敖 一百零八颗脑袋齐齐大吼 将各自的圆丹吞入口中 他们皮肤表面浮现出 盘敖巨瘦的图腾纹 数不清的图腾纹一出体外 连成一片 只见无数图腾纹勾连 化作一尊高达数百丈的 巨型盘敖虚影 盘敖抬头 耸立在明月星环之下 敖口大开 做吞月状 这巨型盘敖 与明月星环之间 又构成一种玄妙的阵法 天狗十月之阵 防御力顿时直线飙升 而那头奎龙这一刻 也是毛骨悚然 一声怒吼 肉身开始疯狂缩小 先前他还有二十丈高 但在寝刻间 便缩小为六七寸大小 变成一个袖真版的 独角牛头小人 奎龙神族乃是精通 不死之身的种族 在防御之上 也有着自己不道的手段 这位奎龙族强者 以缩小肉身 强化防御力和浓缩生机 生命力 减少与雷霆接触面积 为防御手段 对抗着恐怖的天威 而雷则神龙虚影 微能爆发的那一刻 忠岳的反应 也是极为迅捷 伸手扯起奎龙之皮 将自己和丘剑的肉 身护在皮下 他的金乌元神飞出 阵翅冲出奎龙之皮 冲向那三十六头盘凹 所在之地 与此同时 一道金光击射而出 正是彭与金剑 紧随金乌元神之后 龙爪落下 三十六头盘凹 记起的一件件魂兵 顿时支离破碎 那一头头盘凹 一百零八颗头颅 阳天笑月 长毫不绝 维系天狗十月大阵 龙爪压下 一重重心环分崩离析 明月表面 顿时出现一道道裂痕 明月心环堪 笔法天境魂兵 但也不是龙爪中 蕴藏的威能的对手 天狗十月大阵阵战 下方的三十六头盘凹 奇奇突显 那龙爪看似龙爪 但实则是雷浆雷叶 形成龙爪的形态 龙爪落下 雷浆雷叶倾泻 渗入天狗十月大阵之中 从内部瓦解这座大阵 噼里啪啦的暴响传来 这座天狗十月大阵的月亮崩碎 而那盘凹天狗 也在雷击之力下越来越淡 笑月神吼 一百零八颗盘凹头颅 仰天长笑 那盘凹天狗的虚影 又自变得清晰几分 却在此时 彭与惊剑击射而至 这口神兵飞速闪动 吃吃吃 一颗颗盘凹头颅冲天而起 血染雷浆雷叶 中山是 一头头盘凹大乱 在南维持天狗十月大阵 大阵顿时崩塌 龙爪拍下 孝芒神族三十六位单元净强者 在半空中崩碎 在雷浆雷叶之中化作血舞 说时迟 那石块 龙爪拍落 三十六盘凹结阵对抗 中月元神入剑斩头颅 天狗十月大阵被破 三十六强者惨死 这一切都在瞬间发生 下一刻 龙爪带着滔天的天威落下 狠狠拍击在奎龙之皮 和彭与惊剑之上 连同那位奎龙族强者一起拍下 远远看去 可以看到高空之上 盘绕一尊千里巨龙 巨龙探爪 压着中月等人 从高空轰落 那只龙爪 一直从云雾飘渺之处 将中月等人 轰入下方的群山之中 而那龙爪 便探入山巒之间 滋滋拉拉的电光 从山谷之中四面八方迸发 电流满山乱窜 惊人无比 而在此时 半空中的冲击波 冲散千里之地所有的云彩 雷则神龙消失 晴空如洗 天空中找不到一丝的云 而在下方 那龙爪轰击的山谷之中 出现一个巨大的龙爪印 四周的岩石赤红 滚烫 几乎被融化 龙爪的中心 一块方圆二十丈左右的 奎龙之皮 平整地贴在龙爪印的中央 过了片刻 奎龙之皮动弹一下 丘剑从忠岳身下爬出 站起身来 掀开奎龙之皮 将忠岳从大坑中拖出 刚才龙爪压着他们轰下 忠岳将这少女抱在怀中 以自己的后背 拖起奎龙之皮 将她护在身下 那凶猛无比的重压 被她生生承受 受创罪重 而丘剑的伤势 反倒轻了许多 没有受到多严重的创伤 忠岳后背肌肉稀烂 一根根断掉的肋骨 从肋膜中刺出 双臂齐齐断掉 脖子扭曲成惊人的弧度 头颅无力地搭拉在一边 若是普通人 哪怕是修炼有成的炼气室 恐怕也早就死掉了 但是她却依旧生机勃勃 只是喘息时破烂的肺部在漏风 不过 被雷江雷叶 冲击造成石海中精神力紊乱 让她一时片刻间 无法调动法力 修复肉身损伤 丘剑急忙取出灵欲膏 向她身上抹去 突然 身影声传来 只见这龙爪印之中 还有另一个身影 一头只有六七寸大小的奎龙 碰 小奎龙突然膨胀 肉身恢复正常大小 正是那个奎龙族的强者 她的肉身比中越还要破败 一身雄壮的肌肉 被雷江雷叶破坏 震成肉泥 而她的骨骼几乎全然断去 碎骨与碎肉混在一起 牛角消失 只剩下脊椎骨和头颅 还算是完整 不过她的生命力 却还很旺盛 生机磅礴 居然血肉和碎骨 还在不断的蠕动之中 碎骨重连 碎肉重接 师妹 杀了她 中越硬邦邦道 丘剑吃了一惊 向那奎龙族强者看去 只见奎龙族强者 牛眼含泪 眼泪汪汪地看着她 丘剑迟疑 咬了咬牙 迈步走向中越的那口棚与金剑 走到奎龙族强者身边 不要 奎龙族强者 气弱犹斯 丘剑狠心刺下 将她头颅洞穿 不要怪我 我师哥遭到重创 现在需要我来保护 你不死的话 等你恢复过来 死的便是我们俩了 我不能让我师哥 冒着这么大的危险 丘剑咬牙 从她头颅中 抽出彭宇金剑 那奎龙族强者 气绝身亡 破破烂烂的灵浮现出来 开始瓦解 丘剑连忙回到中越身边 却见中越昏死过去 少女连忙将她身上的衣衫除去 把她拖得赤条条 不着一缕 她看着中越的身躯 偷偷向修处看了一眼 脸淡微红 连忙定了定神 继续涂抹伤药 中越的伤势太重 好在丘剑带来的灵浴膏也多 几乎将中越整个人 包裹在灵药之中 涂得满满的 即便连修处 也被涂上厚厚的一层 丘剑眼不见心不凡 又检查中越的气息 精神力在她体内游走一圈 调理混乱的法力 过了两久 只觉中越呼吸渐渐顺畅 精神力也恢复平静 这才输了口气 此地不宜久留 既然师哥的伤不再恶化 那就立刻离开 少女却也果断 从原神秘境中 取出自己的木轮椅 刚才雷泽神龙龙找岸下 她将自己的轮椅 收入秘境之中 丘剑抱起中越 放在木轮椅上 正欲离开 突然看到 那位魁龙族强者的 五大原神秘境爆开 散落了一堆的东西 多是灵丹和炼制魂兵的材料 她精神力卷洞 将这些东西收起 存入自己的原神秘境之中 却见其中 还有一个小巧的木雕 只有一尺三四寸高 雕刻的是一头魁龙 不知有什么作用 也丢入秘境之中 丘剑而心念微动 从天上走不成 容易被人看到 从地底走 我虽然懂得一些地盾的法门 但震动声必然传递极远 容易被人锁定方位 而且 我的地盾之术 绝对比不上其他神族 西方之中 便有精通遁地的神族 不能腾空 不能遁地 便只能从地上走 只是速度大减 以这么慢的速度 恐怕走不出多远 便会被追上 她不经范畴 思索到 若是诗歌 她会怎么走 突然 她双眸一亮 只见一株青藤从足下升起 藤叶越来越大 拖起她和轮椅中的中月 青藤化作一株藤人 迈开脚步 向西方走去 与此同时 丘剑体内浓郁无比的木气涌出 只见所过之处 处处绿草莺莺 方圆数百里 变成绿莺之地 走了片刻 绿莺消失 若是有人来秀我和师哥的气味 便有的 他受的了 丘剑心道 只走大荒必然不成 绝对会被人在前方拦住 须得绕行 师哥说 西方不可走 那些追杀者想来 也是这么认为 那么我偏偏就走西方 第零二九六章 魔女 丘剑离开之后没有多久 便见半空中几头盘敖奔腾 踏云而来 这几位孝芒神族 四下猛袖几下 一个个降落下来 又有十几位强者纷纷赶至 镜子降落 来到那片山谷之中 这里的雷电之力很浓 好大的龙爪印 这十几位强者 都是吃了一惊 站在龙爪印之中 只见他们的头发飘浮 根根散开 衣衫也紧紧贴在皮肤上 这是空中游厘的电 依旧不曾完全散去形成的异象 雷电之力弥漫这片山谷 而龙爪则有数十里方圆 他们这些强者 站在爪子中 显得极为渺小 他们的速度稍慢 所以须得请 孝芒神族的几位 灵体精的高手带路 循着忠岳的气味 搜寻忠岳的踪迹 等到他们来到此地 没想到战斗已经结束 死了好多强者 众人四下搜寻 只见这里蚕尸遍地 显然有些强者 在龙爪还未落下之前 就已经死了 被人剑斩 这里有孝天书的头 连这等强者都死了 魁狐也死了 好多蚕尸 这么强大的雷霆之威 一定是引动了高空的雷层 让雷泽神龙显化出来 造成的重击吧 还没有找到中山氏的尸体吗 众人心头震惊万分 他们没有寻到中月的尸体 代表着中月还活着 如此强大的雷霆之威 竟然还是没能杀掉中月 反而让三十余位单元镜的强者 丧命在雷泽神龙的威能之下 想一想 都让人不寒而栗 一位孝芒神族 用力秀了秀 寻到秋剑为中月包扎之地 高声道 你们看 中山氏流了很多血 代表他也遭到了重创 一位重离神族单元镜强者 瞇着眼睛 打亮痕迹 沉声道 他一定受了极重的伤 看这些血迹和地上的痕迹 他的伤势 恐怕要了他的大半条命 咱们现在追 必然可以将他拿下 孝芒神族的尸体 追踪他的方位 便拜托你们了 那几位孝芒神族 练骑士点头 低头嗅了嗅 向秋剑离去的方向 呼啸奔腾而去 其他十几位练骑士对视一眼 纷纷腾空而起 紧随下方的那几头 盘凹身后 没走出多远 便见前方绿草成荫 连绵数百里 到处都是绿地 这时 空中一位单元镜强者 打亮绿荫 突然脸色微变 连忙高声喝道 孝芒神族的尸体 快快退出绿荫 他一句话还未说完 遍地绿草疯长 顷刻间 一株株草长三尺高 摇曳舞动 那些绿草没有根筋 突然仿佛被风吹起 无数三尺绿草聚集 化作一个无比庞大的草球 将那几位孝芒神族的炼气士 包围在草球之中 数不清多少草剑 在草球中来回穿梭 空中的单元镜强者 正欲出手 突然间 所有的草剑纷纷坠落 落地化作 一道道徒腾文消失 而被草球包围的 那几位孝芒神族炼气士 则不见踪影 只留下一滩滩血迹 他们被切碎了 空中一位单元镜强者 盯着那些血迹 不由打了个冷战 难难道 如此神出鬼没的木剑气 如此栩栩如生的绿草 这是木药灵体 才能办到的事情 另一位单元镜强者 面色凝重 我们只顾着盯着中山市 忘记了中山市 旁边还有一个秋潭市 木药灵体 也是可以杀入战王榜前百的人物 绝不比下圣出他们弱小 现在没有孝芒神族带路 如何才能寻到秋潭市和中山市 对于这个木药灵体 仲离神族知道多少 一人询问仲离神族的强者道 那位仲离神族 立刻取出一根图腾柱 祭祀一番 与族中长老取得联络 过了片刻摇头道 只知道叫做秋健 出身自人族大荒石 大士族之中的秋潭市 自幼体弱 双腿木化行动不便 靠母轮椅行走 孝芒神庙一战中 他施展出大自在剑气中的种剑术 疑似得到剑门门主 风长的传承 还有 他在战王榜的八十万名之外 具体的便不太清楚了 众人纷纷皱眉 只知道这点信息 对他们来说用处不大 不过也有些用处 秋潭市腿脚不便 近战之下必然吃亏 他不以速度见长 说明他无法走远 咱们还可以追上 近战击杀了他 过了片刻 又有不少炼气室赶制 众人四下搜寻 始终找不到秋健的方位 仲离神族更多的强者前来 诸多武道宗师和炼气室 调动一个个村落里的图腾柱 那些村落的图腾柱险盛 呼唤村落中的族人 将秋健和忠越的画像传递出去 半日之后 南荒但凡有图腾柱的村落 成郭 统统都得到消息 只要忠越和秋健 经过这些部落 便难以逃过仲离神族的耳目 除此之外 还有不知来自什么种族的 法天境强者 坐在战车之中 两头妖族炼气室化作原形 却是火烈鸟 震翅而飞 拉着战车从天空中驶过 法天境强者恐怖的精神力 如同潮水涌下 平铺数百里 搜寻忠越和秋健的方位 又有不少炼气室 每隔数百里 便有一人将自己的脑袋 扎入大地之中 屁股和双腿露出地表 倾听弟弟的动静 免得忠越和秋健从地底顿走 还有数不清多少人 时不时监测天空 扫荡天空中的云朵 免得忠越和秋健藏在云中 又有仲离神族的强者 通知南荒边疆的重镇 告知镇守边荒的将士 留意着两人 魔妃娘娘 众离神族和这些神族 忙来忙去都在捣过些什么 火都城火圣躬 百股堡垒 诸多妖娆的魔族少女 衣衫穿得很是轻薄 勉强遮住羞处 围绕天魔妃阴歌厌舞 一位魔女娇笑道 我们刚刚来到这里 便忙着去处理药渣 购买新的灵药 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瞧这些炼气室 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好像事态很严重嘛 天魔妃笑道 这些炼气室 是去追杀一位人族炼气室 唯恐被他跑了 人族炼气室 就是夫人的那些灵药 诸多魔女诧异 纷纷笑道 灵药跑了 至于如此兴师动众 派出这么多的强者 这人非同一般 乃是登上神话榜的人物 连我都败在他的手中 在小虚空中被他击杀一次 天魔妃解释一番 诸多魔女动容 一位魔女眼睛一亮 拍手笑道 咱们若是擒下了这个灵药 献给夫人 夫人一定开心得很 魔妃娘娘 夫人 再与那些巨博商谈 咱们也去寻点乐子吧 天魔妃摇头道 不可放肆 这里毕竟是神族的地盘 虽说化真夫人应邀前来 与南荒和西荒相伤 但我魔族与神族 毕竟是世仇 在神族的地盘上 我们需得安分一些 诸多魔女纷纷笑道 魔妃娘娘 何时这般小心了 不是小心 而是中山市的确凶猛 寻到中山市的踪迹了 外面突然传来喧哗声 一位女武道宗师走进来 躬身道 魔妃娘娘 我众离神族 已经锁定中山市的方位 不知娘娘是否有兴趣 有兴趣 有兴趣 诸多魔女裹挟着天魔妃 涌出火圣宫 笑道 娘娘真是的 我们跨海而来 与各大神族联手 这么辛苦 岂能不找些乐子玩耍玩耍 再说 南荒这么多强者 也轮不到我们出手 天魔妃无奈 只得阴运 诸多魔女纷纷飞起 体态妖娆 一群翻飞 下方不知多少练骑士 抬头往上看 看直了眼 天杀的 连底裤都不穿一条 飞在半空中 也不怕走光 魔族的女魔头 当心你们月室来了 天降无险 有女练骑士奋奋斗 而这半日时间 丘吉尔已经走出八千里地 腾人的速度 虽然比不上中越的 大日金屋奔行速度 但他毕竟是灵体精的强者 青藤脉步如飞 却也不慢 途中 丘吉尔屡屡折向 已知自行行走 沿途又布置了几道种剑术 却是担心 一道布置 无法将孝芒神族的炼骑士杀光 所以多布置几道 中越依旧未醒 只有这少女一人想方设法离开南荒 好在她是木药灵体 法力远比其他炼骑士雄魂 倒还可以坚持 突然 丘吉尔路过一个村落 只见村落中 不少南荒重离神族的族人 纷纷向他看来 丘吉尔心中纳闷 随即从村落旁走过 不好 她脸色微变 猛地折返回来 屈指一弹 那村落中央耸立的图腾柱突然爆开 化作无数木丝 四周的村民惊叫 连忙四散而逃 坏了 坏了 少女连忙催动藤人 便要把腿狂奔 这次坏了 我沿途尽量沿着深山而走 避开村锅 不过路上 还是经过了几个深山中的村落 这些村落也都有图腾柱 只怕会将我和师哥的踪迹露 她猛地停下脚步 纵身跃下藤人 双手轰得一声盖在地上 接着藤空落在藤叶之上 藤人翻山越岭狂飙而去 那尊藤人奔行百余里 秋剑推着中月飘然落下 新面一动 又有十多尊藤人出现在她周围 诸多藤人四面八方而去 我的精神力 能够支配藤人 走出五百多里地 不能超过这个范围 也及时说 我只能拖延五百里地的时间 趁着这段时间 尽快赶路 第零二九七章 诡计多端 秋剑的藤人 乃是自身法力 凝聚图藤国而成 以精神力驾驭藤人奔行 超过五百里 便会精神力不济而失控 让藤人消失不见 她推着木人椅向前飞驰 而在此时 那个小村落上空 一道道身影飞至 数以百计的炼气势浮空 十多位南荒炼气势降落 正要询问村落的长者中月 和秋剑的下落 突然整座村落 化作一片剑林 无数木剑气横空 剑术成林 千枝万叉 支支叉叉的剑气纵横驰骋 将这座村落埋葬 切得粉碎 带到剑气平息 只见下来询问的那些 炼气是死了大半 没死的也浑身是血 找不到一块完整的血肉 至于这个村落的族人 则死个竞绝 则则 女人心狠手辣起来 当真是疯狂 十几位魔女 则则称赞 笑道 天魔妃美眸闪动 低声道 木药灵体秋剑 剑门中人真是多才 前面有个日药灵体的中山氏 现在居然又出现一个木药灵体 不过秋潭氏的光芒 被中山氏掩盖住了 所以让这些神族 都没有注意到他 这次中山氏受伤 反倒让他崭露头角 而那些追杀过来的炼气士 则是脸色铁青 一味为武道宗师沉着脸 将刚才没有死在秋剑 见零剑阵之中的炼气士 搀扶起来 命人送回火 都城疗伤 他带着中山氏逃不远 追 诸多强者气势汹汹 向前追赶而去 翻山越岭 没过多久 来到秋剑 奋出藤人之地 在场诸多强者 虽然没有孝芒神族的高手 但也不乏有擅长追踪之辈 立刻四下检查痕迹 很快发现 秋剑竟然分成了十几个 向十几个不同的方向而去 好奸诈的女子 众人都是倒抽一口冷气 有些头大 秋剑走向十几个不同的方向 从藤人留下的脚印来看 都是真正的藤人 不是固步一阵 他们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追 不过秋剑自然只有一个 其他的都是假的 若是追过去 肯定费时费力 去与我请孝芒神族的高手来 一位出身下士 练就元丹的武道宗师高升贺道 其他师兄 各寻一条道路 寻找秋潭市和中山市的下落 他带着中山市 逃不快 也逃不远 若是遇到他不要立敌 先冲高空施展神通 我们自然会前去支援 众人纷纷点头 来到这里的练气室 足足有三五百位 分成十多股 每一股也有三十来人 不仅如此 每一股之中 还有一位单元进强者作证 这股势力不敢说 不过对付秋剑 却是绰绰有余 但为首的 那位下士武道宗师 却还是不放心 还是让他们先释放神通通知他人 却是担心拿不下秋潭市 被他逃脱 魔妃娘娘 这个木药灵体倒真的是不容小觑呢 一位魔女向天魔妃道 天魔妃美眸闪动 笛声道 咱们不用理会 暂且看看 一位魔女蠢蠢欲动 吃笑道 这些神族真是愚钝脑袋 只能做灵妖的命 居然连一个人族女子也抓不住 若是换作我们 熙熙 天魔妃摇头道 我们只是来看看 不要惹是生非 诸位魔女 只得忍耐下来 诸多强者坠了五百里地 纷纷扑空 竟然没有一个搜寻到秋剑的准确方位 没过多久 孝芒神族的高手请道 为首的夏氏武道宗师召集众人 请孝芒神族化作盘敖 秀着忠岳的血气前行 继续搜寻 过了不久 那孝芒神族高手脸色微变 突然停顿下来 陈音不定 中山式的味道 分成了十四股 向十四个方向而去 夏氏武道宗师连忙问道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那孝芒神族高手无奈道 从气味上分辨 都是真的 那武道宗师无奈 又将追杀者分成十四股 分头去追 过了不久 众人追到尽头 只发现一条条沾血的衣裳 被丝成长条挂在树上 应该是中月受伤时穿的衣衫 上面沾满他的血迹 十四条道路 十三条都是一缕衣裳 只有最后一条道路 应该是秋劲离开的道路 不过让那位孝芒神族高手抓狂的是 没有走出多久 他便又嗅到十四股气味 从不同的方向传来 显然 秋劲又在思中月的燃血衣裳 挂在不同的藤人上 让这些藤人向不同方向而去 可恨 那位武道宗师气劫 向一位女子道 夏静年 你去下一个村落 联络火都城 让火都城请长空先生过来 不用搜寻了 那女子心中一惊 长空先生 祝容室的祝容长空 那位武道宗师沉声道 不错 就是他 长空先生正在北疆搜寻中山市 他是法天境的存在 脚力极快 只要火都城借用图腾柱通知他 多则一天 少则半日 他便会感知 其他师兄 咱们继续追 我不信中山市有这么多的衣裳可以撕 天魔妃身边 一位魔女撇嘴道 这些神族真是令人失望 居然连一个人族的小女孩也拿不下 被骗得团团转 当年 我们就是被这样一群蠢货 赶出这片大陆 只能栖息在海外 赶走我们的 可不是当今的这些侏罗般的神族 而是辟邪神皇 另一位魔女冷笑道 魔妃娘娘 咱们去将那个人族灵体情下 也好让这些侏罗般的神族 见一见我魔族的本事 天魔妃对中月忌惮万分 不过这一路走来 只看到秋剑布阵杀人 却不见中月出手 可见中月的确是受创极重 她只忌惮中月 对秋剑却没有什么敬畏 当即点头道 也好 诸多魔女立刻悄然离去 生至半空之中 天魔妃笑道 你们有什么追踪之法 那位身穿白色内衣的女子 取出一个香囊 笑道 我有风火椅 是夫人密练的昆族 我得夫人其中赐给我一罐 被我炼成了蛊虫 这风火椅 遇风火而行 速度极快 这些风火椅记起 便是我的眼睛 可以追踪秋潭式 她打开香囊 只见一团红雾 从香囊中腾空而起 化作火红色云 火云中 是一只只指头大小的蚂蚁 周身弥漫魔火 迎风便长 变成三尺有余的巨蚁 长有六尺 震翅而飞 破空而去 这些风火椅正是昆族 昆族本身 便是魔族制造出的战争机器 专门为了对付神族 后来昆族诞生灵智而叛变 惹出很大的祸事 不过还是有不少魔族饲养昆族 但不再像从前那般散漫 而是多炼成蛊虫 抹杀其灵智 当成自己的魂兵 一群铺天盖地般四面八方飞去 过了两久 那白色那一魔女欣喜道 找到了 这个小丫头 居然逃出了两千里地 我让风火椅跟着她 咱们快点赶过去 两千里地 十几位魔女纷纷笑道 那些神族蠢蛋一路追踪 都快要追上了 却还是被人家逃出两千里 自己却还在那里吃屁 真是无能 朱女飞速向前赶去 风驰电掣 那白色那一魔女记起香囊 只见沿途上一支支风火已飞回 如同一缕缕火焰 纷纷飞入香囊之中 丘杰一路穿行 不断将中月燃血衣衫撕开 让腾人带走 中月一套衣衫 很快被撕光 这少女又取出自己的替换衣衫 小心翼翼地划破中月手腕 脚上血 继续撕成一条条 让腾人带走 这个方法奏效 那些神族的追杀者 没有追上我们 就是师兄的血有限 若是继续割破手腕用他的血 恐怕师兄就失血过多死了 丘杰也在范畴之中 中月至今未醒 可见伤势极重 若是继续失血 恐怕性命不保 如今天色渐晚 再过不久 太阳落山 方向南辩 夜行的话 容易走丢方位 除非凌空飞行 不过在夜间凌空飞行 倒是一个好机会 可以速度更快 而且不必担心 被那些追杀者发现 他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只听扑斥一声轻笑 丘杰脸色顿时未知一变 急忙寻声看去 只见十几位花枝招展的女子 从天而降 却没有彻底落下 而是站在一株株参天大树的树梢上 一带飘飞 如同画中人一般妖娆 为首的那女子丘杰见过 不由脸色再变 低声道 天魔飞 她心中不禁坠坠不安 她能够看得出来 这些魔族女子 每一个都极为不弱 甚至有几人的 修为实力 恐怕比她也丝毫不逊 这么多魔女 再加上一个极为厉害的天魔飞 秋剑也没有了胜算 这个便是中山市吗 一个个魔女好奇地 向轮椅中沉睡的中月看去 只见中月被拖得赤条条不着一缕 但是身上却涂满了淋浴膏 倒也不算春光乍蟹 真是个雄壮的人 一位魔女赞道 若是勤下来给夫人做药 夫人一定极为欢喜 大大的赏赐我们 另一位魔女笑道 日药灵体 再加上逆开五轮 是有成神之姿的人 做药的话 一定药性极强呢 人家都不由动了心 想要尝一尝呢 这个木药灵体 也是不错的药 可以送给少主 少主一定喜欢 秋剑常常吸了口气 叱咤一声 无数树木顿时高高拔起 越来越高 越来越粗 只听咔嚓咔嚓的巨响不绝 但见所有的巨木 从地底拔出根须 被他的木剑器充斥其中 巨木漂浮在半空 将那些魔女坛飞出去 轰隆 轰隆 巨木之中充斥着木剑器 每一根参天巨木表面 都烙印着瑰丽的图腾纹 根根巨木 如同漂浮在空中的图腾神柱 将它和钟月 重重守护在中央 少女杀气腾腾 探手向地面须须一抓 只见一株巨腾拔地而起 将它和钟月 拖在一片藤叶之上 高耸入云 周围都是一根根巨大的图腾神柱 神柱旁边是朵朵云彩 夕阳斜照 映照云朵化作彩霞 秋剑冷冷道 想害我师哥 先过我这一关 第零二九八章 刹女天魔 一位为魔女飞起 环绕图腾神柱 被秋剑这座图腾镇 丝毫不放在心上 笑道 人族在这片大陆上 本来就是牲口 在我魔族大陆上 则是灵药 若是万年前 没有一个逆开五轮的人成神 哪里会有剑门 会有你们这些人族练弃士 如今 灵药都敢向我们这些种药人 杂杂呼呼了 真是多多怪事 秋剑面色无比紧张 先前他一路逃亡 并未与对手直接接触 而是一路埋伏神通 将对手斩杀 而现在却要直面对手 生死对决 难免有些心境不稳 他看了看身边依旧昏睡的中月 定了定神 冷然道 离开者 生 入阵者 死 口气不小 进 一位为魔女叱咋 那白色那一魔女 将香囊抛弃 只见蜂火椅如同火红色狼烟 从香囊中飞出 扑向图腾阵 冷笑道 看我怎么破你的图腾阵 无数蜂火椅迎风变掌 化作三尺巨矣 扑入图腾阵中 趴在一根根图腾神柱之上 抱着树桩便肯 速度极快 突然这座图腾陵斗变 数百根巨木砰砰砰撞击 满天木屑飞舞 化作一道道细细的木丝 一根根木丝 扎入那些蜂火椅体内 将这些蜂火椅穿透 一只只蜂 火椅被传成串 挣扎不休 突然木丝膨胀 将数不清的蜂火椅 撑得四分五裂 巨木化作穆斯 随即再次膨胀化作巨木 巨木的数量多了上千倍 阵发笼罩范围顿时膨胀 只一瞬间 便将所有的魔女 包括天魔妃 统统笼罩在大阵之中 丘剑叱咤 数不清的图腾神柱碾压碰撞 向所有的魔女攻去 那些魔女也纷纷呵斥 只见一件件奇特的 魔道魂兵祭起 这些魔道魂兵极为奇特 与神族 妖族和人族的魂兵 都有所不同 乃是一尊尊魔神像 魔神像祭起 迎风变账 化作一尊尊玉智魔神 粪声大吼 有的四头八臂 长着不同的脑袋 有的长着六足 有的身上布满鳞片 周身骨刺 猙獰恐怖 吼声之中 一根根巨木炸开 被这些魔神像击碎 随即魔火熊熊燃烧 将木丝焚毁 而那些魔女一昧翻飞 脑后一道道光轮绽放 飘带如龙如蟒 从光轮中破阵而入 向丘剑杀去 入阵便化作猙獰的独蟒 猙獰恐怖 他们的魔道神通 具有极强的腐蚀性 一根根巨木被独蟒缠绕 便见上面的图腾纹 在不断遭到侵蚀而变淡 图腾大阵岌岌可危 福建树 丘剑双手一挫 只见所有的巨木筒筒炸开 滚动的木桩消失 只剩下纯粹的剑气 所有剑气汇聚 化作一枚圆坨坨光成城的剑丸 弥漫金光 剑丸之中无数金剑气 如同孔雀开平般 向四面八方击射 刷 剑气一收一放 顿时所有的飘带所化的独蟒 被斩断头颅 而那些扑来的魔神像 齐齐探出手掌向前轰去 却见剑丸中的剑气一放一收 接着再次膨胀 盗到剑气击射 与诸多魔神像对抗 轰隆有声 不过这些魔神像 毕竟数量多 而且每一尊魔神像 都有一位魔女驾驭操控 所有魔女加在一起 在法力和威力上 要比丘剑浑厚许多 顿时将服剑术压制下来 变成一个剑丸 无法绽放剑气 藏剑朔 丘剑郊区威震 那剑丸陡变 空中顿时出现一座座巨大的剑碑 剑碑如灵 森然灵力 一尊尊魔神像 轰入剑碑之中 一座座剑碑坍塌 总算将这一波攻击挡下 那些魔女身形错落 飘带翻飞 化作独莽冲入剑陵 独莽缠绕剑碑 克制葬剑术 突然所有的剑碑消融 化作流水 汇聚成河 将条条独莽冲刷的 只剩下白骨 剑浪滔天 将一尊尊魔神像 统统拍飞出去 这正是大字在剑气中的 另一门神通 流剑术 大字在剑气中的种剑术 是以木剑气为根基 注重阵法 藏剑术是以土剑气为根基 注重防御 伏剑术是以金剑气为根基 注重攻击 而流剑术 则是将剑气化作流水 无孔不入 还有一是神通名教坟剑术 是以火剑气为根基 最为爆炼 不过丘剑是木药灵体 所以种剑术威力最强 其他剑术用的都较少 此刻形势危急 仅凭种剑术 根本无法与这些魔女抗衡 所以其他四种剑术 也被他轮番使出 抗衡这些魔女的攻击 诸多魔女攻击越来越是凶悍 又有魔女记起一口葫芦 只见葫芦腾空 从中涌出滚滚的魔器 化作一尊魔神 没有具体的形体 随魄随聚 任何剑气也无法将之磨灭 凶险无比 丘剑死守中月身前 一步不退 突然五剑齐出 化作五个光成城的剑丸 只见五枚在半空中飞舞 上下穿梭 一道道如柱剑气 从剑丸中射出 在半空中滚动脉去 这已经是大字 在剑气中较高层次的剑术了 剑丸圆驼驼 没有剑身没有剑柄 剑气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射出 令人防不胜防 五枚剑丸 又是一座五行生客的阵法 这五枚剑丸 虽然上下游走 但始终是等居五边 维持生客的阵型 丝毫也不错乱 让那些魔女 始终无法攻入剑阵之中 一位魔女久攻不下 突然合身上前 站在一尊尊魔神像的肩头 欺身入阵 奇奇鹤道 刹女天魔大阵 一尊尊魔像交相碰撞 组合在一起 化作一尊天魔神 这是一尊女魔神 名叫刹女天魔 十几位魔女 恰恰站在这尊女天魔神 高耸出的胸脯之上 生生杀入五枚剑丸之中 一道道攻击 向四面八方轰击 将五枚剑丸生生轰飞 人族小丫头 居然能够抵抗这么久 甚至让我们结阵 死吧 那尊尊女天魔一拳轰至 丘剑身前层层叠叠的剑杯凌厉 却统统被轰得崩溃瓦解 丘剑抬手硬汗这一拳 胶躯被震得撞在木轮椅上 与木轮椅上的钟月 一起向后跌去 嘴角一血 却强行忍住涌上猴头的鲜血 咽了回去 瓮 五枚剑丸飞回 在她和钟月身后定住 一道道剑光飞出 五枚剑丸的剑光化作剑门的形状 将她和钟月的身形托起 丘剑挥袖向后卷去 钟月和木轮椅落入剑门之中 自己则站在门前 粉壁颤抖 看着铺来的女天魔神 打不过他们 丘剑面色苍白 巧言惨淡 将钟月的彭宇金剑抓在手上 对面铺来的刹女天魔 又一次轰来 少女咬牙 提起彭宇金剑向前劈去 却在此时 只听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大 这声音刚刚响起 便见她手中的剑雨 突然大放金光 从三尺长短化作百丈巨剑 一剑劈下 刹女天魔的拳头 从中间裂开 拳头分成两半 从两旁擦身而过 狠狠轰击在身后的剑门之上 将剑门震得裂开 一眉眉剑完 向后倒飞而去 而彭宇金剑百丈剑身 则切过刹女天魔的胸口 两位魔女躲避不及 被生生劈杀 尸体从刹女天魔的胸口 跌落下去 丘劲的剑门遭到重击 忍不住啊地吐了口鲜血 面色更加苍白 心中却是又惊又喜 急忙回头看去 只见木轮椅上 钟月已然醒来 有气无力地坐在轮椅中 师哥 钟月勉强一笑 脸上还是没有任何血色 咳嗽道 师妹 辛苦你了 丘劲抹去嘴角的血 甜甜笑道 不辛苦 一点都不辛苦 她想起这一日以来的遭遇 惶惶逃命 没有主心骨一般拼命前逃 眼圈不由泛红 急忙将眼泪忍住 扭过头来严阵以待 那十几位魔女又惊又目 催动刹女天魔再次杀来 一位魔女高声道 魔妃娘娘 你为何还不出手 天魔妃一直没有出手 即便是被丘劲拉入剑阵之中 也只是身形闪烁躲避攻击 没有参与到战局之中 若是她出手的话 丘劲败得更早 更快 丘劲不由紧张起来 剑完再次飞回 又自化作一座剑门 将钟月藏在剑门之中 灰剑与刹女天魔厮杀 那些魔女已经有了防备 不与彭与金剑硬汉 而是施展神通 摇摇轰击在彭与金剑之上 震得丘劲郊区震战 又是忍不住一口鲜血吐出 钟月瘫软无力地 坐在木轮椅中 咳嗽连连 笑道 魔妃 做个交易如何 天魔妃目光闪动 娇笑道 如何交易 今日你帮我杀了你的同伴 来日我帮你杀了你的丈夫魔上 钟月坐在轮椅中 有气无力道 这个交易如何 天魔妃眼睛一亮 痴痴笑道 你要杀人家丈夫 人家岂不是要 变成了小寡妇 怎么会同意这个交易 而且 你也未必能够活着离开南荒呢 你若是死在南荒 我岂不是亏大了 杀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钟月悠然道 何况我已经醒了 你们也未必能杀了我 甚至说不定 连你也会死在我的手中 我逆开五轮 早晚成神 只有我才能杀你的丈夫 你若是想干掉魔圣 我便是你唯一的希望 不是吗 天魔妃盯着她 又如毒蛇盯住猎物 突然笑道 你怎么知道 我想杀我丈夫 像你这么出色的女子 心高气傲 又怎么甘心嫁给一个死人 钟月胸腔 如同破风香般漏气 咳嗽道 而且还是做小妾 不过 魔圣若是复活 你便无法杀她 即便没有复活 你也杀不了她 唯有与我联手 借助我这个外援 才能将她斩杀 今日这个交易 只有你我和我师妹知道 其他人必须都是死人 你若是答应这个交易 便可以动手了 天魔妃挥秀 一根根银针机事而出 从刹女天魔背后射入 那些魔女站在 刹女天魔的胸脯上 还未反应过来 便建议根根银针 从后方动穿她们的头颅 这些魔女的脸色顿时焦黑 脑中石海干涸 原神被吸入银针之中 肉身顷刻间化作浓水 天魔妃收了银针 抽身便走 飘然而去 哥哥笑道 中山是 切磨忘了今日之月 否则将来 我便和我丈夫一起来杀你呢 刹女天魔这才轰隆崩塌 一尊尊魔像 从半空跌落下去 丘吉尔松了口气 正要转过身来 突然身形亮呛 在南压制住伤势 与中月一起 从半空中跌落下去 即将坠地 她才勉强聚集一丝法力 地面重重叠叠的青藤翻飞生长 将她和中月坠落的身形拖住 日月宝照 丘吉尔挣扎起身 一日一月涌现 围绕她旋转不停 照耀肉身原神 让伤势稍稍平复一些 又推着中月 挣扎着继续赶路 第零二九九章 原神不死 夕阳落下 天色越来越昏暗 高空之上 还有彩霞的余韵未散 丘吉尔依旧推着木轮椅 漂浮在地表 沿着山路向西北方赶去 夜幕降临 这时候追踪他们的踪迹 更加困难 更利于他们的逃亡 中月已经苏醒过来 开始调动自己的精神力 她能够调动一分法力 当即以日月宝照来治疗伤势 师妹为我包扎得很是及时 没有让我伤势恶化 反而好了许多 她内视自身 发现外伤基本上没有多少大碍 只是骨骼还有些不结实 不能剧烈运动 更不能战斗 丘吉尔接上她的断骨 又用了不知多少 灵欲膏糊在她的身上 灵欲膏的药效 还不足以治愈她的伤势 但也阻止她的伤势恶化 中月的肉身强大 参悟奎龙神族不死之身 让她的肉身之中 充斥着磅礴的生命力和生机 再加上元神秘境之中 还藏有奎正的生命力和生机 所以才会好得如此之快 她最重的伤势在石海 即便是身披奎龙之皮 意识也几乎被雷泽神龙烘碎 现在苏醒过来 便没有了性命之余 当时她最为危险的便是昏迷 昏迷之中无法自救 幸得丘吉尔在她身边 可惜没有得到真正的不死之身 否则我的伤势再重几分 也可以快速复原 恢复战斗力 钟月心中暗叹 从元神秘境中取出衣衫 勉强穿在身上 日月宝照乃是极为强大的炼体 和疗伤法门 她的石海在日月宝照下渐渐恢复 只是要恢复到全胜状态 恐怕还需要几天时间 师哥 我已经用图腾柱通知了我娘亲 我娘亲会通知长老慧 一定会有人来营救我们的 丘吉尔从自己的元神秘境中 取出各种灵丹妙药 悬开一瓶 道 我们只需要躲避几日 一定会等来援军 师哥 张嘴 钟月张口 丘吉尔将灵药投入她的口中 钟月吞下灵丹 催发药力 摇头道 师妹 对剑门不要指望太多 眼下剑门也是多事之秋 恐怕剑门也派不出人手 剑门内忧外患 外部群雄虎视眈眈 内部有人一手遮天 如今恐怕是剑门内部纷争最为激烈的时候 因此 她对剑门派人前来救援 不抱任何希望 少女让她张嘴 再次认认真真的投药 我丘坛师的长老爵 不会让我们死在这里 一定会出山相救 钟月沉默 那少女又未要过来 只得再次张口 道 但愿如此 师妹放心 我既然已经醒来 复原速度更快 只要法力恢复 等闲的丹原精炼气势 都不会是我的对手 师哥 为何天魔飞会答应这么古怪的交易 丘吉尔一边投食 一边忍不住问道 天魔飞是在战王榜上 进入前摆的人物 这女子野心极大 而且我与她交过手 知道她在与我对阵时 虽然落败 却未曾施展出权力 宁愿被我击杀 钟月笑道 一个这么有野心的女人 丈夫越是厉害 她便越是不甘 越是要超过她的丈夫 更何况是要她做歉 魔圣是很久之前的魔神 魔族的祖宗级魔神 天魔飞自然是超不过她 以魔族诡诈的心态 若是超不过 那就只有杀掉她的丈夫了 我知道她这个心态 所以抛出这个交易 丘吉尔恍然 真是一个魔女 心思这么难测 杀了我 对天魔飞没有任何好处 两相权衡 她所以答应我这个交易 钟月张口接受投食 笑道 将来我会与她 一起去杀魔圣 不过杀魔圣之后 她也会向我痛下杀手 因为 她也不会容许魔圣超越她 自然也不会容许我超越她 所以必须要我死 最好能与魔圣同归于尽 少女则舌 疑惑道 那师兄还要帮她 若是不帮她除掉魔圣 她就会真像她刚才所说的那样 带着魔圣来杀我了 魔圣复活 必然是一件危及我人族 和其他种族的大事 于公于私 都必须要除掉她 师妹 这是什么 钟月看到秋剑几瓶药投完 又开启原神秘境 从中取出几个瓶瓶罐罐 里面还有一个木雕 不由轻易一声 道 你将木雕取出来 我看看 这木雕形容奇特 上面绘制一些 她很是熟悉的纹理 却是一尊 一尺三四寸高的奎龙像 秋剑连忙将奎龙木雕取出 道 这个是那位奎龙族强者秘境中的神像 她死后秘境坍塌 被我得到 一直没有来得及查看 钟月接过木雕 又取出奎龙之皮 将牛皮披在膝上 细细打量 与奎龙木雕对照 少女悬开玉瓶 继续投药 道 师兄张嘴 这上面的图腾纹 与不死之身的图腾纹 有些类似 但又有些不同 只是我还没有研究 不知是否与不死之身有所关联 有什么傲义 我看一看便知 钟月心中微动 眉心鼓起 眼帘左右分开 献出第三神眼 向那木雕看去 星火曾经说过 第三神眼开启 任何图腾搭眼看去 神通自明 钟月也发现自己的第三神眼 的确有着神奇的一面 用其他两只眼睛观看 看不懂的图腾纹 但在第三神眼之下 却可以清晰地辨识出图腾纹的构造和道理 能够更快地参悟出 图腾纹蕴藏的玄机 星火曾经说过 这就是一眼分明这个词语的来源 虽然钟月还做不到一眼分明 但是参悟功法神通 的确比从前快了许多 这奎龙木雕上的图腾纹 与奎龙之皮上的图腾纹是一体的 记载的也是不死之身的图腾纹 过了片刻 钟月惊讶到 不过奎龙之皮上的图腾纹 是肉身的图腾纹 而这木雕上的图腾纹 则是修炼元神不死之身的图腾纹 当年奎正被我剑门的强者情下 始终杀不了他 就是因为他的元神不死 无法灭掉其魂魄 秋剑又惊又喜 连忙道 有用吗 有用 自然有用 那个奎龙族强者 一定是没有练成元神不死之身 所以 带着这木雕在身边 可以时刻参悟 钟月喜道 不死之身的图腾纹 应该分为元神和肉身两种 肉身的 我们有奎龙之皮 少了骨骼上的图腾纹 不过再加上这木雕 倒可以将不死之身 推演出七八成来 只是练不到骨骼 练不到骨骼也问题不大 七成的不死之身 足以能让我们的肉身强度 直追五道宗师了 就算达不到五道宗师的成就 也相距不远 我的伤势 也可以更快恢复 不死之身 少了两三成的图腾纹 是骨骼上的图腾纹 骨髓造血 心血患旧血 自然青春常住 寿命要久一些 钟月推测 这两三成的图腾纹 应该是关系道寿元 修成不死之身的人 寿元也要远比其他人长 魁正便是如此 师妹 不用给我投药了 我要专心参研 这云神不死之身 钟月兴致勃勃 当即潜心参悟 丘建尔听到不能投食 心中有些失落 值得取出灵药自己吃 只见天色越来越黑暗 高空中的晚霞光芒 也彻底散去 她立刻记起一片云朵 载着钟月 悄然从山林间升起 两人藏在云朵之间 趁着夜色继续赶路 待到天色蒙蒙亮时 钟月已经将不死之身 灵体镜所能修炼的 图腾纹参悟透彻 精神力波动 将自己的参悟所得 传授给丘建 这一夜高空飘行 又飞出八千里地 钟月和丘建又降落下来 继续在山林间穿行 躲避高空的搜寻 她将不死之身的奥妙和玄机 细细讲解给丘建听 没过多久 两人便各自修炼 钟月对不死之身的领悟最深 修炼起来自然极为迅捷 不过丘建的修炼速度 比她却丝毫不慢 她是木药灵体 体内天生 便蕴藏着磅礴的木器 木器以生命力和生机浑厚建长 从前丘建无法激发 但是现在得到了不死之身 却可以将木药灵体的磅礴生机 和生命力激发出来 修炼起来事半功倍 钟月却是脚踏实地的修炼 两人修行神速 不到正午时分 钟月和丘建的伤势便差不多痊愈 元神的伤势也被治愈 心中都是又惊又喜 可惜少了骨骼的图腾纹 否则便是完整的不死之身了 现在总还是有些缺憾 钟月起身活动一下筋骨 惋惜道 他心面微动 乌发暴涨 一根根头发疯狂生长 化作数十丈长短 根根乌发如同利剑 将一株大树切得粉碎 一根头发向他的手掌斩去 却被震断 没有在手掌上留下痕迹 我发丝韧度和锋利都比不上下胜出 五道宗师也拥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 而且在炼体之上 的确有着独到的成就 连发丝都是千锤百炼 他暗叹一声 五道宗师牺牲了自己的法力和元神 才能达到肉身极致的成就 羡慕不来 不过五道宗师在剑术上 不要比不上我们剑门了 不好 钟月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脸色巨变 呼的一声 肉身膨胀 化作一头三足金屋 将丘剑拖在半空之中 震翅便走 半空中 突然白云汇聚 微微云朵如山林立 云彩变幻 显现出一尊老者的上半身 低头向下方正在逃顿的三足金屋看去 接着便见那云彩巨人探出一只树里大小的手掌 向飞驰而去的钟月狠狠压下 法天境强者的天地法香 第0300章 强原 那法天境强者的天地法香 巍峨尾岸 钟月刚刚起步 便见那手臂已经延伸了数十里 大手森森 向自己抓下 这不是他的真身 而是云气凝聚而成 那位法天境强者的 真身此刻上在千里之外 不过他的法力无比雄浑 绝对是法天境中的巨无霸 天地法香施展出来可以在千里之外形成 灭杀对手 戒 钟月叱咤 彭与金剑呼啸变长 化作三千丈巨剑 也不过 与那只大手差不多大小 可想而知 那法天境强者的法香 是何等之巨 彭与金剑斩向那只云气巨手 如同切入坚实无比的血肉之中 尽管彭与金剑 乃是昆蓬神族的圣气神异刀的一部分 但也没有完全斩断这只手掌 只将其两根指头切断 便无以为继 彭与金剑切断两根指头之后 牢牢地镶嵌在那云气巨手的钟指上 急切间无法抽出 却见那只大手突然握拳 将彭与金剑紧紧握住 拳头向下狠狠捶来 钟月被彭与金剑中传来的反正 力阵的几乎从灵体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 那云气巨拳紧握彭与金剑 拳头尚未落在他的身上 空气便被压得凝聚为实质 化作空气墙 大地上出现一个巨大的拳印 拳印中的大地不断沉降 那地面上的拳印竟也有数理大小 钟月身躯猛地下坠 几乎无法飞行 金屋双翼被飓风吹得折弯 从半空中斜斜坠落 云气巨拳还不曾轰落 便有如此之危 钟月竭力振斥 控制自己的方向 斜下飞去 轰隆一声砸在山林之中 巨大的三足金屋连帆滚 撞他成片成片的山林 金屋所过之处 处处燃起熊熊烈火 火树遍地 钟月翻滚出十多里 突然纵身而起 三足金屋振翅而去 而在他背后 那只云气巨拳 轰隆一声 砸在大地之上 镇的山石如同泥水一般四下飞溅 大的咔嚓咔嚓裂开 接着便见那两根云气指头坠落在地 这两根云气指头 也有离许长短 落地之后 突然云气巨和扭曲 化作两个白眉白须的老者 形容一模一样 看模样应该是重离神族 两位白眉白须的老者 都是云气所化 是法天境强者的法力显化而成 是其天地法香的一部分 也有三四百丈之高 落地后便腾空而起 紧随钟月之后 一种种神通铺天盖地般 向钟月轰击而去 与此同时 半空中云气巨人缓缓收拳 紧握住彭与金剑 要将这件神兵收走 小小小 钟月低贺 那彭与金剑在他掌中 有三千丈长短 突然间急剧缩小 顷刻间便只有三尺长短 从他指缝钻出 破空而去 钟月在前方飞行 后方便是两位白云老者 追杀而至 各种神通在后方化作 笼罩数十里的神通之强 向他碾压而去 大大大 彭与金剑闪电般飞来 来到两位白云老者身后 风一般暴涨 三千丈大剑 将两位白云老者拦腰斩断 剑光闪烁 那两位白云老者 被切成不知多少块 接着彭与金剑飞速缩小 闪电般投入到 三足金屋的羽翼之中 隐秘下来 只见那两位白云老者 被切成无数块 扑通扑通落地 又自腾空而起 化作一位位一模一样的 白云老者 与普通人差不多高 岂不再追钟月 已经追之不及 无法追上 而半空中的天地法 向握着三指拳头 再次轰击钟月 而钟月再起一剑 斩断其中指 逃出这一拳的笼罩范围 驾驭风火狂飙而去 背后留下一道火气长虹 那些白云老者 扑扑扑地炸开 化作一朵朵小巧的 白云征腾而起 向上飞去 半空中坠落的那根中指 也扑得一声炸开 化作云气 返回那天地法相的手上 逃得好快 那天地法相双眸 向钟月逃离的方向看去 忽然冷哼一声 扑得炸开 化作满天白云 白云悠悠 仿佛那尊白云巨人 从没有出现过 过了片刻 一位与刚才的白云老者 一模一样的老者 乘坐战车赶来 战车前乃是两头火烈鸟为脚立 战车后方 则是一位位来自南荒和西荒的强者 而战车中的老者 正是祝容师的长空先生 众离神族并非全都是武道宗师 也有过半的炼气士 其中达到惊人成就的 也不在少数 而这位祝容长空 便是其中之一 刚才就是 他施展天地法相 聚云气成肉身 隔着千余里追杀钟月 好在钟月拥有彭与金剑 否则连逃走的可能都没有 难怪你们抓不住他 这个中山氏和秋潭氏 的确很难捕捉 秋潭氏善于布阵 中山氏善于临场发挥 你们哪里能够抓得到他 祝容长空淡然道 华真夫人麾下 有十几位魔女的尸体被发现 据说也是死在他们之手 让华真夫人震怒 这里没有你们的事情了 你们都回去吧 一位下士五道宗师连忙道 长空先生 中山氏 秋潭氏极为狡猾 若是走脱 便难以搜寻 有我们在 也可以帮助先生 锁定其方位 祝容长空笑道 我是担心 你们斗不过这两个小鬼 才让你们离开 众人纷纷笑道 有长空先生在 量他们的本事强大百倍 也伤不到我们分毫 更何况 他们不过是两个 灵体精的炼气士 而我们修为 最低的都是灵体精王 不消多 只消几个单元 静武道宗师一起上 缠住他们 其他炼气士在远处 释放神通 轻易便可以将其诛杀 祝容长空思索 点头阴郁 他也需要笑盲神族 和其他神族 善于追踪的高手 来锁定中月和秋劲的去向 他不善于追踪 万一被中月走脱 再想找到中月的踪迹 那就难了 中月背负秋劲全力飞行 飞出万里之地 这才降落下来 以全力飞行不可持久 飞行万里 已经是他的极限 秋劲立刻观想藤人 藤人托起二人发力狂奔 而中月则坐在藤叶上调息 恢复法力 这少女又取出图腾神柱 联系剑门 告知秋夫人自己的方位 让秋夫人通知剑门的高手来源 没过多久 中月突然脸色在变 化作金屋 将他背起狂飙而去 只见天空中白云变幻 又要再次显出 祝容长空的天地法香 哼哼 你全力奔逃 又能逃到了多久 那天地法香飘散 冷笑道 中月和秋劲一路逃顿 行踪更加诡秘 逃了两日 逃出四万余里 还是没能将祝容长空甩脱 反而被祝容长空越追越近 两人都被累得 几乎无法坚持下去 先前的追踪 没有法天镜 强者追杀 秋劲才能带着中月逃脱 而现在被一位法天镜强者 掉在身后 逃脱的难度提升了不知多少倍 好在他们参悟出 魁龙神族的不死之身 这才能够坚持至今 不过如今 他们也很难坚持下去 战车从空中驶过 祝容长空坐在车中 遥望远处 吩咐车上的一位炼器士道 前方便是 镇守西江的边关 通知边关的将领 封锁边关 盘查中山市和秋潭市 那位炼器士乘士 取出图腾柱 联系边关 让边关防备 而在战车下的地面上 十几头盘敖快速奔行 又有其他西荒神族的强者 也在搜寻踪迹 快速向前赶去 今日 恐怕便要被他追上了 不过 我们也快到了西荒了 中月抬头看去 只见南荒与西荒的边关在望 距离他们还有千里 立刻再次降落 向秋劲道 师妹 那些家伙再过一段时间才会追上 趁现在休息片刻 给他一个狠的 将他带来的狗 捅捅诛杀 这些狗不除 很难甩脱他 秋劲点头 清贺一声 只见四周山林疯狂生长 化作一株株巨木 中月则已剑气 在这些巨木上刻画图腾纹 布下阵势 两人在山林间不断穿行 将方圆百里的树木 都刻满了图腾纹 秋劲双手重重拍在地面上 一株株树木突然沉降 落入地底 消失不见 两人布置完毕 中月握住秋劲的手 低声道 不要害怕 他话音刚落 只见熊熊太阳真火涌出 将两人包围起来 太阳真火将两人的气息隔断 中月带着秋劲原路返回 后退数百里 来到一片湖泊前 中月心念微动 月华照体 带着秋劲沉入湖泊之中 藏匿下来 没过多久 便见空中华丽的战车飞驰而过 地面上则轰隆隆作响 十几头盘敖 和其他西荒神族的强者追踪而来 向前奔行而去 红龙 山巒抖动 无数巨木拔地而起 化作百丈金屋 勾芒 奎龙三尊神人 纵横厮杀 蚕尸四处飞舞 半空中 战车猛然顿住 接着便见一只大手落下 插开五指 将金屋 勾芒和奎龙异象筒筒击溃 将中月和秋劫不下的阵势破解 混账 祝容长空怒亨 只见阵法中蚕尸遍地 刚才那些神族强者竟然无疑幸免 统统死在这座三绝阵中 一位武道宗师联系边关 连忙道 长空先生 边关传来消息说 他们没有发现 秋潭室和中山室的踪迹 祝容长空身躯一阵 漫天白云汇聚 化作一尊巨大的天地法香 耸立在背后 冷笑道 没有去边关 那么便还在附近 呵呵 果然胆子很大 不过这是自寻死落 必听 去听听地下动静 不要让他们从地下走了 一位神族炼器士 急忙从战车上跃下 化作一头巨兽伏地 侧耳倾听 祝容长空目光森然 眼眸变化 目射两道光柱 向下方扫去 中山室 秋潭室 你们是躲在附近了吧 你们真的以为 能够躲过我的眼睛 那两道光柱横扫方圆树里 一行一行地扫尸 渐渐来到湖泊边 湖底 秋剑额头冷汗津津 取出图腾神柱 联系自己的母亲秋夫人 中月也不由全身绷紧 准备背负他杀处 突然 那两道光柱收回 只听一个声音爽朗地笑道 左师兄 你我二人能否在边关 反应过来之前 击杀这老家伙 难说 另一个声音淡淡道 但可以一试